國會擴權法案覆議表決失敗 因為藍白這回還是站在同一陣線 覆議理由荒腔走板 所有的黨團成員 我們將會一致的投票 我們會支持國會改革法案 黃國昌領軍民眾黨團 面對國會擴權法案 從三讀闖關到覆議表決 全都堅定和國民黨肩並肩 但關鍵巴西成了投票部隊 不只被質疑變成小藍 還被貼上覆隨組織標籤 多份民調更顯示 民眾黨支持度狂謝 柯文哲認了選後 流失一百六十萬支持者 據瞭解不只在民眾黨成會中 要求檢討 向辦法撕掉小藍標籤 更調名講下一個戰場才畫法 民眾黨要有主導性 更被媒體拍到 為此擊奔黃山山立月犯狗事 建立我們的主體性跟主導性 黃山山一再推銷自家版本才畫法 最可行 立委吳思瑤也曾表示持開放態度 赴議案表決現場 更拍到兩人互動場景 黃山山似乎有機會取代黃國昌 成為議題主導者 阿伯已經被斬到腰斬 高腰酷的腰帶了 所以一定要找戰犯 他總召把他提掉了 由黃山山主導 阿伯也是被人家牽連的 就是黃國昌 因為你把整個民眾黨帶垮了 這是要去砍他 給他一個壓力 如何挽救民調崩盤 柯山連線從才畫法下手 是否要邊緣黃國昌 黨內勢力進和 讓人有諸多聯想 先去李維廷後 想到台北什麼的